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比特幣4月的走勢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OK 那今天是4月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在這裡的報導可以看到在4月往年 對於不管是股票市場或加密貨幣市場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月份 在過去美股的歷史裡面 4月一向是第二強勢的月份 最強勢的月份當然是12月 所以我們在4月應該是可以看到一個不錯的比特幣的走勢 在過去的10年裡面的S&P500是有8年都是漲的 在比特幣的市場裡面則是有6年是漲的 所以大部分的4月對美股跟加密貨幣市場都是不錯 我們在比特幣這邊可以看到 跌的時候是跌3.7% 3.1% 3.6% 然後2022年的時候是跌比較多 16% 但是在漲的這些年份都是漲得非常非常好 36% 27% 35% 26% 9%跟47% 這個平均的漲幅是17.4% 所以你也可以說這個比特幣在4月的走勢 這個平均來說是非常非常強勢的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市場走勢 現在美股三大股只是只有道指是漲的 S&P大概是持平 納茲達克目前是跌了大概1%左右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比特幣 比特幣現在是在28000左右 我們稍早的時候 就是從今天早上半夜到早上開盤前 其實是有一波不錯的漲勢 漲了大概3% 但是在美股開盤之後就很明顯出現了一個回落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ADA在早上稍早的時候也是漲得不錯 從這個低點的地方漲上來幾個小時內是漲了8% 我在我的留言區是有看到很多觀眾朋友跟我說ADA暴漲 結果去看了一下只是小漲了5-8% 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當市場在漲的時候 不管是7%或者是5%還是10% 對於這個漲幅都不要有太大心情上的波動 當然說你慶祝一下漲幅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今天你很注重於今天漲了10% 7% 5% 20% 這些事情上面的話 你就會把你的焦點給模糊 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們投資在加密貨幣裡面 不管是比特幣或者是愛達幣甚至是以太幣 我們看了一定都是幾年以後的成效 而不是幾天的成效或者是幾週的成效 如果今天你注重於一天漲了10% 20%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幾天後它跌了10% 20%的時候 你的心情上多少也會受一些影響 當心情受影響的時候就會變相的影響你投資上的決定 所以很有可能會因為你看到這些波動去做了一些你不應該做的操作 所以對我來講我其實不太注重於每天的漲幅跟跌幅 在我節目當中我也是偶爾跟大家聊一次 基本上大部分的節目都不太聊說今天漲了幾% 明天漲了幾% 或今天跌了幾% 明天跌了幾% 這個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樣可以吃用一個這個平常心的看法 我們只有把這個短期的波動放在一邊 我們才有辦法在這個市場裡面走得遠 然後最後賺到這個扭轉人生的財富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特幣 比特幣這個是一個小時的圖 稍早的時候也是漲到這個主力區間 然後就很快的就回落了 這個主力區間真的是這個蠻強硬的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區間大概是在28800到這個30000左右 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會在4月的時候漲穿這個地方 至於到時候是漲穿回撤 然後再往上漲 或者是漲穿 然後就不給我們回撤的機會 這個就很難說了 因為我們之前都知道 我一直有帶大家看的就是牛市支撐線跟200週均線 我們在牛市支撐線這個地方是有漲穿之後有回撤 但是這個時間也是蠻久的 從1月到3月 所以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第一次漲穿牛市支撐線之後 過了兩個月才回來回撤 我們漲穿200週均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回撤 我個人認為很有可能會在接下來 在這裡遇到阻礙之後回來回撤這個200週均線 目前是在大概26000的位置 然後如果可以在這邊得到一個支撐 然後再往上漲再次挑戰這個30000的主力位的話 會是個比較健康的信號 那當然這個比特幣不會照著我說的走 所以如果比特幣直接在這邊漲穿這個30000的主力位的話 也是有可能的 這些東西主要是跟一些此時此刻 如果還沒有理想倉位的觀眾朋友聊 那如果今天你已經持有理想倉位的話 那這個市場怎麼走呢 其實不太會影響到我們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新聞是關於比特幣的流通性 比特幣的流通性自從這個銀行危機發生之後 是走向這個10個月以來的新低 那當比特幣流通性變低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會多出更多的波動 就是volatility會更高 因為今天這個當你要買比特幣的時候 卻沒有足夠的人賣你比特幣 或者是你今天想賣比特幣的時候 又沒有足夠的人買比特幣 那就會產生這個流通性的問題 因此就會造成這個價錢的波動 造成比特幣流通性變低的主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很多加密貨幣的銀行 都在最近的幾個禮拜倒閉了對吧 所以當這些銀行遇到這個倒閉或者是危機的時候 相對他們就比較沒有辦法提供加密貨幣市場的流通性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這個Selvergate銀行爆的時候 這個流通性是大降 然後最近Signature Bank關門之後 這個流通性也是大降 但是最近是已經逐漸的在恢復了 其實身為長期投資者 這個流通性對我們來講是不是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trader 就是你今天是一個交易員的話 這個流通性其實會帶給你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因為流通性低的時候就比較會發生這種暴漲暴跌 就任何時候要拉漲的時候就漲非常快 然後任何時候要跌的時候也是跌得非常快 所以對於交易者來說流通性低 然後這個VALT高就是波動高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機會 但對於長期投資者我們來說 這就是無所謂一件事情 接下來我帶大家看一個 昨天Elizabeth Warren的一個訪問 就是這個一個主持人問這個Elizabeth Warren 關於他對比特幣的想法 那看到完這個回答我真的非常非常傻眼 那基本上這個Elizabeth Warren就在說 這個比特幣是back by nothing 就是沒有任何東西是維繫它的價值 那聽到這邊是不是感覺跟這個美元是一樣的 美元此時此刻也是沒有任何東西維繫它的價值 維繫它的價值的東西 就只是美國的武力而已 但是現實上這個美國印鈔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後顧之憂的 然後第二點他要表示說這個比特幣會漲會跌 基本上就是人們在揣測這個價錢會漲會跌 那今天大家會買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東西會漲 然後大家會賣就是認為他這個東西會跌 那他講的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廢話 因為所有的這個投資商品包含了股票包含了債券 大家進入到市場裡面的這個目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只是在這個市場當中賺錢而已 但他今天卻把這個比特幣分開來講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ridiculous 我會把這個訪問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所以如果你看懂英文的話可以花個一分鐘 可以去看一下Elizabeth Warren是怎麼講到比特幣的 那你會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就是這樣子認知等級的人呢 竟然可以是我們的美國參議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傻眼 下一則新聞要跟大家聊呢 是有三個交易所可能會進行合併 那這三個交易所呢 包含這個WonderFi 就是Kevin O'Leary的這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然後另外兩個 一個叫做Queen Square 一個叫做Queen Smart 那這三家交易所呢有可能會進行合併 那如果他們真的順利合併的話呢 他們就有可能成為這個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中心 就是一個交易平台啦 目前這三家公司所有的使用者是高達這個165萬 然後這三家公司總共的持倉的這個資產價值呢 是大概600個Billion左右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這三家交易所如果合併的話呢 他們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這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那這個WonderFi的Share就是Kevin O'Leary的這個公司呢 在今天早上這個消息暴露之後呢 也是暴漲43.75% 就是漲了基本上50%左右啦 關於這件事情呢當然是一個好消息啦 因為這三家交易所呢都是有遭受政府監管的嘛 那Kevin O'Leary的這個WonderFi呢 在加拿大也是一個遵循法規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Kevin O'Leary自己有引運很多的這個ETF等等的 所以他對法規上呢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今天如果可以透過合併的方式 如果是產生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跟這個幣安競爭的話呢 這個對加密貨幣市場呢一定會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喔 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WonderFi的President就是總裁啊 他是表示說呢這三家交易所如果合併的話呢 他們將會成為這個加拿大最大的交易所 那同時呢也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 所以關於這個合併案呢如果接下來順利進行的話呢 我會再做新聞給大家一個最新的更新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Internet Computer的就是ICP 那ICP這個項目呢我在我節目當中有稍微聊過一次還是兩次吧 就我認為也是一個蠻有潛力的一個山寨幣項目吧 那今天呢他推行一個東西叫做CKBTC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他基本上就是比特幣的一個策鏈啊 那跟這個閃電網路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主要是為比特幣提供這個更快速的交易速度 然後更便宜的交易費喔 這個CKBTC呢會跟比特幣以一對一的方式去進行喔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個變相的這個REP Bitcoin吧 就是這個包裹的比特幣啊 因為任何時候你在這個DeFi上交易的時候呢 你都是要透過這個REP Bitcoin 就是透過這種包裹起來的比特幣在DeFi 就是這個去中心體系上進行交易喔 但是REP Bitcoin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所有的這個REP Bitcoin呢就是包裹的比特幣呢 它其實都是一個中心化的體系喔 那它並不是真正的DeFi項目 那今天ICP表示說呢這個CKBTC呢 將會是一個完全去中心化的項目 然後是由這個智能合約去維繫的喔 對於這件事情呢目前還沒有很多人在聊啦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就像昨天我聊的這個內容啊 就是說比特幣如果最終要取代美金 或者是取代貨幣的話呢 它一定是要走策鏈體系喔 因為比特幣本身的主鏈速度 是完全不可能提供全世界人使用它啊 那這個策鏈體系呢 也不可能只靠一個閃電網路 所以今天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ICP推出的CKBTC呢 將會為這個比特幣提供這個另類的選擇啊 就是在策鏈方面呢提供給大家更多的選擇喔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比特幣的NFT啊 這個Ordinal 那這個比特幣NFT 因為它本身是記錄在比特幣鏈上的 所以它的這個速度呢 一向都是招人詬病啊 但今天如果可以透過策鏈體系的話呢 對比特幣NFT的發展呢 也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消息喔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呢 是這個ChatGPT跟這個AI啊 關於ChatGPT4呢 在推出之後呢 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踏法 因為大家覺得說這個東西實在是太powerful 太有力量了喔 那在上週呢 這個義大利呢 就把這個ChatGPT給ban掉了 那今天就有更多新聞指出呢 在印度的這個regulator 就是印度的監管單位呢 也是把這個ChatGPT給ban掉了 但是同時呢 卻遭到了大家的這個反抗啊 就大家認為說 為什麼你要把這樣的一個科技產品給ban掉呢 對於ChatGPT跟AI呢 我之前也有做一期影片跟大家聊這個 我對AI的看法啊 我個人認為這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科技啊 因為它實在是這個太有力量了 那變相說 你也可以說這個區塊鏈技術 其實也是蠻危險的科技 但是這個危險呢 是對於這個政府還有監管機構來說喔 那對人民來說呢 我認為區塊鏈技術 會幫人民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喔 但是對於這個中心體系 跟這個中心化政府來說呢 加密貨幣還有區塊鏈技術呢 也是一個毀滅性的這個技術喔 那我們在下一則報道呢 可以看到呢 這個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CEO馬斯克呢 他也是告訴這個很多的高管啊 說這個目前最好要停止AI的發展喔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在上週呢 超過2600這個科技領域裡面的佼佼者呢 他們都出來創造一個聯盟啊 他們出來表示說呢 這個AI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人類目前的社會 還有這個人類的這個安全性喔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喔 不只是馬斯克 還有這個蘋果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Steve Wozniak 他也是在這個協會當中喔 他們都看到這個AI可能造成了一些問題啊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Chad GPT-4呢 在發行之後呢 他對於這個美國所有這個高中大學的考試啊 還有一些法律 就是律師要讀的東西呢 他都是很輕鬆的 就這個pass喔 就是通過了 那通過這個分數呢 都是超過前10%喔 所以是以非常非常高的這個分數呢 去通過這些測試喔 那對於這個AI啊 我們都已經知道 不管是在西洋期上面啊 或者是這個德州撲克上面啊 基本上AI已經完全超過人類了喔 所以今天很多科技產業裡面的這個大佬啊 都出來表示說這個AI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風險的喔 那對於AI還有Chad GPT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喔 你認為這個AI跟Chad GPT 呃對於我們人類到底有沒有風險呢 或者是你認為他就是100%是好的一件事情 歡迎你在留言區跟我討論 你對AI還有Chad GPT的看法 下個新聞也是變相的跟AI有一點點關係啦 就是今天稍早的時候呢 麥當勞宣布呢 他們會暫停這個在美國所有的辦公室喔 至於為什麼會暫停呢 就是因為他們打算要對他們這個 呃corporate就是總公司的一些員工啊 進行裁員的動作喔 至於為什麼會裁員呢 就是因為麥當勞的總公司 或者是麥當勞的店面裡面呢 很多事情其實都是可以透過AI去做的喔 那現在在美國的麥當勞呢 很多都是已經沒有人了 就走進去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iPad 然後你就在上面點餐 然後這個食物自己就會出來喔 那這個我相信 這個最終一定是所有麥當勞的走向 或者是這個所有素食店的走向啦 因為這些大企業呢 他們擔心的都只是他們的盈利喔 絕對不會在意說喔 我一定要這個hire 就是聘請多少人或怎麼樣的 今天如果他可以在人力上面這個截流的話呢 他們是一定會選擇這麼做的喔 這個變相來說呢 也是AI製造出來的一些問題啊 那我知道有些人看到這邊呢 可能會說這個 過去這個手機出來的時候 也取代了很多這個關於這個電話的工作啊 或者你說現在我們在使用的很多科技呢 也是取代很多這個傳統行業 這個的確沒錯 但是AI這件事情呢 是這個全面性的 就是今天AI能取代這個人工跟勞力的部分呢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最後很有可能會發生一種狀況 是這個大部分的人是找不到工作了 那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呢 對於這個整個社會來說呢 就會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喔 今天最後的新聞是關於日本對於加密貨幣的監管的喔 那今天稍早的時候呢 日本這個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應該是有點像是日本SEC 類似這樣的一個監管機構啦 他們今天對於四個加密貨幣交易所呢 提出了警告啊 就是在警告投資者 在使用這四家加密貨幣交易所之前呢 就是真的要三思喔 那其中包含了這個Bibit 包含了Bidget 包含了Bitforex 以及這個MEXC Global 這四家加密貨幣交易所 那在這邊日本FSA表明的原因是說呢 這四家交易所在日本並沒有得到一個合法經營的執照喔 對於Bibit來說呢 不管是在美國加拿大都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 那在日本也都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 但是同時呢 他們卻請了非常非常多的網紅跟這個交易頻道呢 去進行一個合作 然後推這個連結給大家 那這件事我是覺得是挺傻眼的啊 這也是為什麼我從來不會推任何交易所連結的一個原因喔 因為今天你永遠不知道這些交易所背後幹的是什麼東西 那他今天表面上好像可以使用 但是背後呢 卻沒有得到一個正式的經營執照 那這件事也是很讓人匪夷所思啊 在去年FTX事件爆發之後呢 我就不停的提醒大家 這個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的第一課 就是Not your key Not your crypto 所以你一定要學著這個自己持幣喔 如果今天你把你的這個幣啊還有資產都擺在交易所上的話呢 那如果下一個FTX出現的時候呢 然後你是受害者 你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這個怪任何人喔 因為就是100%你自己的問題啊 所以在這邊我就不指名道姓任何交易所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已經非常明顯了 就是哪些交易所在做的事情呢 是之前FTX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停的請一些網紅推行他們交易所 但是同時在背後呢卻是沒有經營執照的 那這件事情甚至比FTX還要可怕 所以此時此刻如果你還在使用以上的交易所的話呢 你就真的是要這個再三思喔 並且重新考慮這個你今天進入到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如果還不懂得自己持幣的話呢 你是不是必須先學會自己持幣 再投資加密貨幣呢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你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請訂閱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博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